对于第一次坐飞机的朋友们来说 登机前往往会很紧张 担心在坐飞机时闹出一些笑话 尤其在飞机晶艇或是中转时 如果弄错了就很尴尬了 不仅浪费时间金钱 更会破坏旅途中的好心情 所以在买机票时 要仔细看清楚 区分好飞机的晶艇航班或是中转航班 下面小编 这就带大家了解一下两者的区别 直飞航班 直飞航班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可以从A的直接飞往B的 中途不会停留 乘客只需要办理一次登机就可以 这种航班的优点就是省心 方便便捷 缺点就是价格 往往会比其他类型的航班贵一些 晶艇航班 晶艇航班是指从A的起飞 目的地为B地 但中途会在C的停留一段时间 部分乘客可以在C的登机 这种航班始终有一架飞机直飞 在A的登机的乘客 只需要下机再重新登机就可以 不需要离开后机楼 然后重新过安检 飞机晶艇一般分为技术晶艇和航班晶艇 一技术晶艇一般是加油 技术检查等晶艇 比如某一航线超过了那架飞机的安全飞行距离 就会选择途经的某个机场晶艇 晶艇的通常起飞之前就已经选好了 比如亚洲飞南美 一般都要16个小时以上 就需要停下来加油 飞行员和乘客可以得到休息 飞机也可以趁此装卸货物 二航班晶艇 因为航程远 两地客源不充足等 停第三代 可以再次上下旅客 增加上课率 很多航班 在某个小地方晶艇 就是因为当地需要开通航线 有没有足够的流量 如果晶艇需要下课 清仓做卫生 那乘客一般就是回到后机厅 不会出安检去 晶艇机票通常情况下 不比持飞航线要便宜一些 针对于时间不着急的旅客 可以选择这种方式 另外 晶艇机票有一个缺点 就是延误率较高 因为3D天气状况都良好 才能不受天气因素延误 晶艇一次之后 可能还会赶上流量控制 导致最终目的地出现延误 所以 晶艇机票虽然便宜 但不适合赶时间的旅客选择 中转航班 是指乘客从A的出发前往B地 但途中续 要在C地下飞机 转乘另一个航班的飞机 它与晶艇航班的区别是 乘客下一段的航班号不同 乘坐的飞机也不同 这种航线的优点是价格便宜 去点是比较浪费时间 有的时候 还要在转机的过夜 适合比较在意价格 并且时间充裕的人 乘坐中转航班的注意事项 选择乘坐中转航班的朋友 在买票时 一定要注意航班之间的衔接时间 一般国内与国内航班衔接 时间不少于2小时 国内与国际航班衔接 时间不少于3小时 小编曾在北京飞往冰岛的途中 在阿姆斯特丹转机 因为凌晨到达机场咨询 处无人值班 而且语言不通 整整花了4个小时 才找到登机口 别提多着急了 如果在普通机场中转 建议尽量随身携带行李 有的机场设有中转柜台 可以直接办理下段航班的登机牌 但大多不能办理托运行李 如果需要托运 只能先到行李大厅取出来 再到出港大厅重新办理登机牌 还要再过安检 非常麻烦 如果是在北京 上海 深圳等大型机场 在场内一般可以直接办理中转和托运 到时候 可以咨询机场服务人员办理 现在大家明白京廷和中转的区别了吧 买机票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留意哦 明镜有机会订阅